年轻人 年轻人 不爬下 陆长官 你说你逼我们强 是啊 我们虽然屢屢失手 但总没有把设备毁掉了 现在怎么办 自己看 他们爱来的 是我们炸毁的在小半步 孤英雄孤死 我们就没有班军提论 今天必须宰了他 谁在想把证捉 还有谁 陆长风 小心点 不打 这样打下就不是办法 那你说怎么办 那辆车后面的两个笔的比较弱 从他们下走 集中火令 经济有求我和吴小燕 你几个跟我来 是 固盗 不好 快闪开 小如小心 小如小燕 快过来 九儿姐 走 住住 九儿姐 快 什么 九儿姐 九儿姐 雪宝 没事 九儿姐 雪宝 你怎么办哪 大姑娘 不哭啊 九儿姐 别担心 用力按住伤口 这样雪会流得慢一点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我们出不去啊 我总 都想着你跟你死在一起 相信我 你不会死 弟兄伯爷 看他不行了 进走 通了 是苏慕云 没错 是他 你不是说 已经和傅刑舍 达成协议了吗 苏慕云是顾英雄的情人 他是来救顾英雄的 孙明山肯定不知道 我看奶奶的 父辈受敌 再打下去就悬了 那你说怎么办 你和059 帅人顶住顾英雄 其他人跟我来 崔子英雄 你确实把你给我打 继续打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有人从背后救了 是苏慕云 想不到 这关键时刻 苏美云还挺有种的 秋董 救兵来了 我们马上就你出去 停止射击 停止射击 自己人 克制 克制 请诸位保持克制 这个人叫春生 是苏明山的亲信 事情马上可以解决 春生 你怎么来了 苏明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没看到吗 我在率领部下消灭天照社 没有接到先生的命令 你怎么擅自行动 我是复兴社社长 这是我的职责 天照社难道不是 我们的敌人吗 我们的任务 不就是消灭天照社 保护国家宝藏吗 苏明 你小点啥 天照社与我们并不是敌人 古英雄和特别行动组 才是我们的敌人 我没听错吧 古英雄和特别行动组的目的 跟我们相同 都是守护国家和民族的财产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而天照社反而不是 你 苏明 你现在是复兴社的社长 一切应该以大局为重 什么叫大局 你告诉我 天照社与我方现在进行合作 是我们的朋友 你马上率领所有手下 消灭顾英雄的特别行动组 好 你不说实话 我来听你说 堂堂国民政府民政厅下属的复兴社 竟然伙同外国强盗 盗挖国宝 这还不说 更有甚者 你们竟然联合天照社 来消灭护宝的爱国意识 这么肮脏卑鄙无耻的勾党 竟然出自我从小敬仰的义父 民政厅副厅长苏明山之手 真的让我从头喊到心里 我说得对吗 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 是的 我只能后悔 没有早点听顾英雄的 一次次被你们利用 你有什么话 回去跟你义父说 不想为难你 我知道你跟顾英雄有感情 我会替你率领人手 消灭顾英雄的特别行动组 你回去转告苏明山 我没有他这个贪财的卖国贼义父 我更不需要你的加亲加义 我再说一遍 保护国家宝藏是我的职责 今天我不消灭天照社 我绝不受兵 弟兄们 给我上 是 苏木云 你太放肆了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复兴社社长 竟敢公然抗拒上封命令 立刻离开 休想 所有人听着 局座有令 命我复兴社所有特勤 消灭特别行动组 弟兄们 听我命令 跟我继续进攻 消灭天照社 谁敢与苏木云同伙 谁就是叛徒 忙从苏木云者 必遭延长 这 这 这 所有人到身后 谁敢 社长 我们也是没办法 走走走 走吧 怎么样 你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立刻离开 我保证不会把你的话告诉先生 跟着你的先生一起下地狱吧 苏木云 你再执迷不悟 只会跟孤英雄一起死 我宁可死 也不做你们这样的卖国贼 我宁可死 宋某园 好样的 木云 谢谢你 木云姐 你真了不起 从前我错怪 错怪苏梦云了 国英雄 没有爱错人 英雄 能跟你死在一起 我真的很高兴 给我打 打 给我好战地打 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 我给你带我 我给你带我 你带我 我给你带我 我给你带我 冯云 你和薛豹手车尾 我手手头 快 好 这边 谁呀 照顾好车容 走 一 走 走 天方 服务员 没事吧 天方 秋如 秋如 秋如姐 秋如 秋如 秋如姐 秋如 路长官 不要紧吧 这样打下去 迟早会招来警察 你的意思是 让春山领着所有人继续打 咱们立刻撤离 走 秋如 秋如 秋如醒醒 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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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话 别说话 我带你出去 照顾我的孩子们 我不叫莫秋如 我叫 土 土 杀 当代 虎 长安 非 而 虎 虎 王八蛋 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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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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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雄 我杀了他 我杀了你们处子 冰雄 你别来着我 冰雄 冰雄 你醒醒 冰雄 你就是要死 你也不能这样死 杜葳跟我一起行动死了 她的妹妹杜珊 又替我挡子弹死了 你说 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也愿意为你挡子弹 你愿意为我死吗 是秦刚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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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警察 怎么办 废话 听她的 谁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复兴社 与天照社沆瀉一气 企图夺取勘探设备 消灭我们 苏社长 你是复兴社的社长 事情是这样的吗 一点不错 天照社与复兴社 企图共同盗挖宝藏 企图变媒后的巨款 苏木云 你给我住口 哼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她说话 秦刚队长 我警告你 这可是我们复兴社的秘密行动 你竟敢来破坏 我让你吃不了都这走 我不过是上海警察局 区区巡察大队的一个队长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职责 是维护社会治安 打击违法犯罪 这点你明白吗 听明白了 明白就好 复兴社是民政厅下属 竟然和歹徒联合行动 妄图杀害保卫国宝的爱国人士 我问你这是什么行为 这就是犯罪 可笑你还色立内人 竟然大言不惭说什么 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这句话应该我送给你才对啊 在场的新闻界朋友都听到了 刚才你说你们在执行秘密行动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复兴社的秘密行动 就是公然勾结歹徒 危害国家利益 对吗 我要给苏厅长打电话 这儿还轮不到你做主 来人 把他给我靠下来 是 是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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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刚 你偏袒特别行动组 我要到警察局告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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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英雄 你 受伤了 不要紧 没大碍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多亏沐云给我打了电话 但我还是来晚了 秋竹呢 吧 秋竹啊 秋竹 秋竹他牺牲了 牺牲了 他在哪儿 在哪儿 在哪儿 求如你放心 你的血 一定不会白流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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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雄 还得委屈大家一下 跟我回趟警局 啊 明白 放心 有我在 你们不会有事的 嗯 来 卖帽 卖帽 看服刑社 火同华丽潭歹 歹徒万全火宝 卖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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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来分报纸吧 先生 来分报纸看看吧 卖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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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服刑社 火同华丽潭歹 歹徒万全火宝 各位分报纸 好嘞 您拿好啊 来 卖帽 卖帽 来分报纸 先生 来分报纸吧 卖帽 卖帽 新华日报 看特别群众组 拥到歹徒 反遭诬陷 你好 我来 好好好 各位 您拿着 范桶 义军范桶 听着 这 这 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宝藏挖出来 可谁知道 你们四处招养 既然去和法力坦合作 你们 简直莫名其妙 岂有此理 厅长息怒 都是因为这个特别行动组 从中作梗 几次行动均告失败 我们与法力坦 天照社合作 也是迫不得已啊 什么迫不得已 我看你们就是无能 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办不好 而且闹得满城风雨 你 今天早上 于长官打来电话 详细询问缘由 而且 把我狠狠教训了一顿 怎么 惊动了于长官 何止是一个于长官 市党部警察局 纷纷打来电话 表示不满 说门民政厅查案是假 侵吞宝藏中宝四囊是真 我现在是百口莫辩 民政厅更成了重视之地啊 是 是被日办日不理 你去尽快消除影响 承清事实 请天长指示 首先 你马上去一趟警察局 要求他们 立刻释放特别行动组组人 你就说这是一场误会 我们中了天照社的诡计 什么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那可是放了虎归山哪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人家特别行动组 在老百姓心目中 可是互保爱国的义士 而你们只是一帮 与匪徒 沆瀟一气的卖国贼 是 不释放特别行动组 就坐实了你们 与天照社的勾结 企图盗挖宝藏的罪名 懂了吗 是 是 释放特别行动组后 以民政厅的名义 马上在报纸上发表严正声明 就说 复兴社内 有人私通天照社 以其为内衣 企图消灭特别行动组 到沃宝藏 就把责任 推到春生身上 将他撤职查办 复兴社社长苏母云 官复原职 可这 这 这要什么 这是目前屠生的唯一办法 不撤春生 你自己出去顶纲 是 是 至于春生怎么处置 还是要凭我们一句话 厅长高明 立刻去办 不可前言 是 备职立刻行动 好 干得好 奶奶的 他复兴社竟敢独吞宝藏 告诉你啊 这绝不能饶了咱们 是 咱们警察局的毛森毛局长 那是老头子的亲信 连他老人家都不敢 亲吞国家宝藏 一个小小的复兴社 吃了豹子打了 就是 再说了 如果他苏明山把这宝藏 跟咱们二一天作武 那咱们避避眼也过去了 谁知道 这老小子是窝里放屁 他想独吞啊 这也太不把咱们放眼里了 谁说不是啊 我就说这帮人太不懂事了 你们吃肉 最起码咱有口汤喝吧 您是不知道 当时复兴社那个春生的德行 说别说是我了 就是局长您去 也让您吃不了兜着走 奶奶的 都成了精了 刚刚毛局长来电 要咱们严厉追查此事 我看 这个特别行动所 可以利用一下 我说秦队长 对啊 行动组组长孤英雄 那是我中学同学 是吧好手 没错 就是中学同学 太好了 刚刚毛局长打来电话 要咱们利用一下特别行动组 找到城市场宝藏 立刻释放特别行动组 让他们前去寻找宝藏 你才暗中控制住他们 局长的意思是 一旦他们找到宝藏 咱们就 事成之后 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局长 大家怎么了 怎么都不说话 想起邱如今 心里难受 好了 小雅 别哭了 秦刚说得对 邱如的血不会白流的 我们一定为她报仇 报仇有什么用 人都没了 说起难受 谁能与我相比 在不空码头的时候 杜卫跟我一起去执行任务 最后我却牺牲了 在地下车谷 往事又再次重演 秋如为了求我 我欠他们兄妹的 这一辈子我也缓不清了 如果悲伤和痛苦 能够让邱如死而复生 回到我们身边 我愿意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嚎啕大哭 用我的命来换她的命都可以 是 可事实呢 哭死又有什么用呢 哭死也回不来啊 这笔血债 我们早晚要跟他们算 不仅要跟法力坛 天赵社 还有复兴社 说得好 血债谢长 我发誓 绝不让张世成宝藏 落入法力坛和复兴社的手中 杀死秋如的人 必定会付出一百倍的代价 否则天打雷匹 粉身碎骨 我发誓 我发誓 是 还有我 不管是罗秋如还是杜珊 她始终是我们的好姐妹 好朋友好战友 大家永远都要记住她 你 复兴社想怎么对付我们 我们发动所有新闻界的朋友 在社会上大造舆论 揭露复兴社和天赵社的卑鄙行径 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 听说民政厅厅长张晓松 为此特意把苏明山叫去 臭骂了一顿 复兴社想要 侵吞宝藏的事情已经传出 什么市党部警察局 全都坐不住 这帮人也想分一杯羹 什么 我觉得这对咱们来说 倒是好消息 就在刚才 黄浦区警察局局长周治府 传达毛森的命令 立刻释放特别行动组 查找宝藏下落 真是一具无耻之徒 还有启示呢 就在刚刚 苏明山亲自到警察局 说要去放了你们 你说什么 苏明山要释放我们 我想 他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怕引火烧身吧 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 这场斗争 算咱们胜利了 可惜秋儒再也看不到了 放心 他绝对不会白白牺牲的 没想到啊 你会干出这种事来 给我拿下 是 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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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复兴社的败类 竟然勾结天照社的歹徒 企图盗挖国宝 你真是党国的叛逆 无耻之急 把这个复兴社的叛徒 给我押下去 听好主治 是 是 好 先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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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吗 怎么连义父都不叫呢 你没有见到春生吗 当然见到了 他没有告诉你 什么 我没有你这个卖国贼义父 我还是民政厅厅长 你的上风 我今天之所以来 就是要告诉你 我与民政厅 复兴社再没有任何瓜葛了 如果我告诉你 你官复原职了呢 你就是请我回去做民政厅厅长 我的回答也是相同的 这是最后的回答吗 你不会再听到第二种答案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如果今后狭路相逢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哼 苏木云 你太狂妄了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你女 早晚有一天要你好看 你女 早晚有一天要你好看 不相信 哈哈哈 你必須欣賞? 我可以挑戰我的手快樂嗎? 你怎麼樣? 这个 真想不到 顾英雄竟然会孤注一掷 炸毁设备 现在 一切工作只能停滞下来 总部屡次催问我进展 我一再地拖延 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 总部恐怕会拿我试问 他奶奶的 这仗打得真是窝囊 本以为胜券在握 谁想到半路杀出来承咬金 而且还有新闻记者也掺和进来 现在闹得是满城风雨 目前设备尽失 如果还是找不到办法解决的话 我们觉得像总部汇报了 到那个时候 你我的处境就更不妙了 社长 先不要这么悲观 李福田不是去找苏明山想办法了吗 看看有什么结果再说吧 这批设备非常珍贵 必须由美国或德国进口 而中国的考古界 是不需要这样的设备的 因此很难再找到第二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从特别行动小组手中 夺回设备的原因 只可惜最后功亏一篑 就连灰鹤也暴露了 李福田教授已经通过 研究尹万成和李友光的剩余资料 基本确定了张世成宝藏的藏宝库的位置 就在高游北部的杜丰岭山顶附近 只要寻着这一线索 再通过勘探设备 一定可以找到藏宝库的入口 我已经请陆长风帅部下赶赴高游杜丰岭勘查地形 只要设备到手 我们就立刻暗渡陈仓 悄然离开上海 给特别行动小组来个无影无踪 社长 别怪属下嘴冷 我看苏明山和复兴社 就是雷声打雨点小 说得倒挺热闹的 其实没多大动静 指望他们能找到设备 恐怕是难上加难哪 怎么样 李教授 社长 好消息 苏明山为我们找到了一套地址用勘探设备 那能够替代原来的设备吗 当然可以 地址用设备比我们原有的设备 更加精密准确 这套设备属于一支 美国地址勘探队所有 苏明山以民政厅的名义 出面于这下谈 他们已经答应将设备转卖给我们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是天助我也 社长 目前设备已经联系妥当了 只要钱一到立刻就可以提获 好 立刻去安排 是 看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只要这批设备到手 立刻率队 前往高游杜丰岭与陆长风汇合 大家放心 我相信 秦刚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的 英史叔叔 说得没错 不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 秦大哥 英史叔叔 快倒茶 来来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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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辛苦了 来 坐下叔 来 怎么样 有什么消息吗 天照社人间征方 踪影皆无影 我几路人马四处打探 没发现任何蛛丝麻迹 我了解天照社 没到这个时候 他们必定是在折服隐蔽 筹划新的阴谋 最可怕的是 我们丝毫不了解他们的动向 无法确定阴谋核心 更无法做到谋定而后动 英雄 耐心点 会有消息的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假设 什么假设 假设 天照社已经得到了勘探设备 他们会怎么样 从天照社将这批勘探设备 运地上海这一举动来判断 他们很可能通过 在浮原工厂交换人质时 我们所提供的部分研究资料 已经确定了张世成宝藏的 所在之地 一点不错 那个李福田 也是历史学的大专家 精通考古 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并不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旦他们得到这批勘探设备 一定会立马赶往高游杜丰岭 进行勘探 英雄所见列统 我说你们说得这么热闹 天照社从哪儿弄到这些设备呀 又真的那么容易弄到设备 干吗还不要命地 从咱们手里抢呢 你啊 忽略了一点 他们现在有了复兴社的帮助 复兴社 英雄说得很有道理 复兴社在上海的根基很深 是民政厅的下属 与外国人的接触最多 所有在上海的外国企业 和吕桥登记 都要通过民政厅九处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 替天照社找到设备 这帮卖国贼 别急 这样 我立刻请求总队 与高游游击队取得联系 让他们帮咱们查探一下 好 你们看 这里就是杜丰山 按照尹万诚和李友光的研究资料 再加上原始中有关张世成的记载 我认为宝藏应该就埋在 杜丰山的西陵附近 据记载 当时的西陵名曰杜丰岭 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 这些日子 我率领部下查遍杜丰山中 并没有杜丰岭这个地方 现在的西陵叫凤凰岭 岭上有一座土匪的山寨 据当地人讲 这座山寨是由一座元朝的寺庙 改建而成的 这座元朝的寺庙叫什么名字 听当地乡民说 寺庙被天火烧毁了两次 最近一次重建应该是在清末 寺院的名字叫菩提寺 没错 就是菩提寺 元代杜丰岭上的寺庙 也叫做菩提寺 看起来没错了 宝藏就应该埋在菩提寺地下 可以肯定吗 最简洁的办法 就是将设备运到寺庙内 进行勘探 那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眼下凤凰岭上有一伙 打家劫舍的土匪 大概有五六十人 为首的叫做刘美娟 这些人神出鬼没 专门打劫政府 运送物资的车辆 由于目前是勘乱时期 兵力及各项资源有限 加上局势动荡 人心惶惶 政府也无暇顾忌他们 消灭他们 占领善战 不过从这地图上来看 凤凰岭四处悬崖峭壁 山寨又建在悬崖边上 上山的路只有一条 恐怕是一手难攻啊 你忘了吧 陆长官可是突击战的 大行家呀 怎么样陆长官 有把握吗 不要说几个土匪 就是当年的日军 也照样让我的赶死队 打得屁滚尿力 好 那就一切仰仗陆长官了 你们看到了吗 山寨下面不到三里 有一个山村叫马兰村 大概有一百多户人家 约四五百人 只要我们突袭山寨 勘探地下 这村里的人 势必会知道 正好我们需要民工 开掘地面 设备才能进行勘探 我说得不错吧 教授 正是 那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将整个马兰村的人 都结上杜丰里充当苦力 掘地开挖 为我们的勘探做好准备 嗯 这是条妙计 既可以保守秘密 又可以得到开决的劳力 事不宜迟 立刻动手 娟儿姐 这几天山里来了一拨人 说是考古队 但我偷偷地去探 探查了一下 这些人全副武装 一手的美械装备 和自动武器 看样子有点不三不四 哦 还有这种事 而且这些人 还四处打听 我们山寨的情况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考古队 打听我们山寨的情况 这倒是件稀奇事 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东岭下搭建了帐篷 看样子是要常驻 明天我们去会会他们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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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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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抓到了一个小孩 抓到一个小孩 有什么可着急的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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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闯 闯进了军 军蟹库 他偷 偷了两 两 两支 手 手 手枪 人呢 就 就 我的门外 带他进来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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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伙子 虎子 什么村的 马兰的 你爹娘没告诉你 任何人不许进凤凰岭上的山寨 说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